来路搭救路有难失狼躲藏 见受乌鸦逢头起 见身落在狼身上 劝军交入虚几阵 千万落交 无辱一郎 没有规矩说这个 说完立场是一定要扶着 谢大夫跑一跑 咱们今天下午说的是 302开成一个故事叫 吕洞宾斗黄龙 那么其实这段故事 要我个人来看 其实更像吕洞宾成先前段 或者说是这个 吕洞宾是怎样念的 讲的其实是吕洞宾 真正大色大物被点画之前的 今天下午讲的内容 咱们得倒一倒 因为有的人听了 有的人可能没听 我估计今儿晚上来的朋友 可能主要是听你歌李老师 这画得不短 说说话 对于我们整个下午后台来讲 也对这一段是非常的期待 相信这一段一定非常引人入胜 我们肯定是要做一非常好的记录 是 depends on the 可以 我们那边湿了 对吧 镜头 咬呢 是咬无阴性的咬 检查的茶 没有底的那一盒 这人可以说是 徐医院非常大 徐区区车 他就换了 非常有才能 被宇宙宾 搭送之后呢 在宇宙宾家里的素质 终于一个时间呢 两人教育莫定 李东斌此时应该是 三十五岁上下的年纪 那么狗咬这一年的 是十七岁 虽然说相差的年龄比较大 但是两个人交云莫定 可以说是忘年之交 终于一段时间呢 有一个孙元败啊 看上了这个狗咬文才 家里有一个年装十六 一个小姑娘 想要娶配狗咬 但是向李东斌提亲 因为毕竟住了李东斌家 李东斌负责的第一时 想要让李东斌帮助他 搭出这门婚事 但是李东斌此时此刻的心中脱奖是什么 希望狗咬能够替自己达成一个 完成功名 完成梦想的这么一个机会 希望他能帮自己完成这个想法 因为自己最不舒服化 也不小了 参加了几次科考都没有得准 那么把希望寄托在狗咬身边 就不希望狗咬这么早的得成功倍 说是怕这个 狗咬自此成家之后 就没有上去心了 然后呢 狗员外出自己既然 不能说到李东斌帮助自己成就这段姻缘的话 那到赶紧又转过天来去找狗咬 狗咬还是比较远迹 那毕竟是南大当国比较当家 转过来 又跟李东斌说这个事 希望能够大哥帮助自己 达成这个心 那李东斌就提出一个要求 把这个要求说实话 是不光现在看 什么时候看也是要哥哥 什么要求问呢 他说如果你真的要成就这根婚事 我这要求你必须答应我 不答应你挂倒 什么要求您说 你媳妇脱胎就是我的 说完这个要求 愣了一会儿 这个狗咬说 那怎么着怎么着 心比较寒 反正其实你说起来 这个故事说的事不是很 但是这个情节又是 书中专门的写 而且对于后面是非常有用 虽然书李东斌说你媳妇脱胎就是我的 但是每一宿 李东斌连带我都没写 在外面读大学 大学是一本书啊 大学之道在明镜德 大学中专门的梦子 学书书 那么三宿过去让狗咬 这个进德洞房 狗咬听媳妇说 这三宿怎么回事 才明白 哦原来啊 李东斌与兄长的意思是 让自己不要参念 婚姻的这个 这个感情 不要参念这个 夫妻之婚 而要更多的把自己的心思放在科举之战 也真是不复吕冬斌的后望 时间不长 又一次 相识多数 然后网上会试电视 考试非常好的东西 都要呢 自此 这个 高官得作 居马得起 高官得被蹲在某地做了一方的重部官 这话呢 就转过来 光与人展岁 也如苏 十年的东西过去 这么一天呢 李东斌家里面烧弹了 天上响雷 嘎啦啦 踢下来之后 一把天火家里面烧了 当然无存 李东斌带着自己的七小子要了半个 后来呢 要的实在是老头不入 李东斌想 我还是找我当年的 那位狗贤弟 那么 知道 这个贤弟到底师父在何方 这个一边要是半一边去 时间不短 路上走了很多天 到了这个 这个 自己贤弟的辅上 那么这个贤弟呢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殷勤 对待自己的兄长 对待自己狗 救命之恩的 李东斌 带入上帝一般 说吃吃说喝喝说等着等着 但是李东斌就提出我们家放混蛋了 现在你嫂子跟你的侄儿啊 还都在家中啊 受困受难 在家中要犯的 你能不能这个借我俩钱吧 我把家中打了一下 每当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都要都说 啊 现在公共太忙 咱们别着急 别着急 一时在三十三的往后推 推的时间非常长了 这个李东斌心里边就不用买了 哎呀 人情冷卵 是才炎凉 想当初 你一穷得要上吊的时候 我怎么帮着你 你现在 我跟你借几个钱来 收集我的家人 都这么难吗 啊 最后 终于 李东斌 迈入戏 离开了 这个 自己贤弟的负账 继续打成要犯法 回走 还是找自己的家人 结果道上呢 放着了一个老者 而老者心肠非常不错 啊 这个 抢于李东斌之后 了解李东斌的遭遇 非常同情 从兜里呢 掏出来一些赞色炎两和一些干两 说 这个全写做你的旁人之用 啊 希望能对你游户万物 李东斌千恩万谢 啊 把这些贤良呆在身上 一路走一路要用 回到了自己的 这个宅里 可是到了家这个地方 就是大事情 怎么着 反正原来 他离开家的时候 已经被烧成一间废区的 这个宅子 已经完全变化 新宅子起来 这个宅子比原来自己的那个宅子 还要打 还要破 但是有一样呢 这个宅子 前前后后 大地灵风 啊 白宫高朝 中间给当大事 当大事 啊 这是给谁办丧事啊 结果进去 第一眼看见自己的妻子 妻子 呃 说这事 运过去 在唤醒之后 妻子说是这么这么这么 你走之后啊 你兄弟就给你啊 给咱们家来了一封信啊 说了解咱们家的情况啊 那么派人派钱把咱们家里来重新翻读一遍啊 又过了两天又有人送信说什么呢 当然是人呐 啊 那么 难道说是狗羊狗贤地 他 确实叫这个名字 这没办法 啊 啊 这是到底十分容易 然后呢 找妻子 康康康 把这棺材一批 批开了之后 大事一经 咱们下午就讲在这儿 批开了之后 等大事一经呢 看整个这种棺材里头 摆满了 黄白之物 就是金的银的 清酒 红神殿 台国 纵人线啊 九十冷的 啊 九十清凉的 喝的多个里头 可是暖心 财国是硬的 财国也是没有温度的 但是 攥到手里着 他自己心也是暖了活活的 啊 看到整个人一观看的 黄白之物 啊 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兄弟 到底是怎么讲的 看到这个 黄白之物 底上还有一封信 拿过来 打开信价 一看里头 写着四句诗 这诗写得很有意思 打油是很白的 叫什么呢 给你银子 给你房 给你盘缠 给你凉 你让我骑手空床 我让你骑枯断肠 哦 原来是我狗咬狗咸 的一片好心 我没有识破 这就叫狗咬 吕洞宾 不失了好人心 哦 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叫狗咬 其实啊 现在咱们一般讲的 狗咬吕洞宾 不失了好人心 就说这个小狗咬给弄冰了 就是太小了 你可以就没解啊 但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最好的传说 应该是狗咬鸣的一个人叫狗咬鸣 你也不吵了 其实是这一传的 他说你这不对啊 我这也跟团成不一样 好吧不一样 那行 那以后大伙儿有机会 挺大的 反正都是传说嘛 那么自此以后 吕洞宾 和自己的妻子小 啊 有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吕洞宾 打这一天开始 咱就多了一个毛给臣子 喜欢游山逛景 不愿意要在家待着 那么 这个 郭文人员 又过了几年 说有这么一天 吕洞宾在外面游历 名山大关 走着走着 到一处荒僻之境 突然天降大雨 瓢泼而至 钱不招搓够招地 哎呀 也不是到底该往哪跑 那么 门头转脑的就往前 跌跌撞撞 走了也不知道 多长时间 这雨是一点 住的意思没有啊 哎 看管出 银子超超 有人做房屋 又往前走 走来走去 发现就是一座 很小很小的小壳面 哎 好歹是个房子 能够避雨 待一会儿雨 住了再说嘛 这个这座 这座这座 波标 发现里边 肯定到处都是 灰尘之网啊 哎 里边有个人 这个人非常成熟 啊 身份太高 和现在的这个说法呢 不到一米七五 但是 恒宽 是个大方 啊 啊 这个形象应该就好像 哎 在那里头 自个儿搭砖头 啊 自个儿找了一个小砂锅 里边还有一些这个 烂菜方的白菜叶子 啊 豆河粉条里边从哪儿逃回来的 如下跟一路去 哎 哎 大小 在这儿人家伙 我要烧这东西吃 啊 您怎么应该 用 这这位仁兄 啊 您在这儿天安 啊 用 你是谁 这人说话奉争 用尽 你是谁 哦 啊 我是这个 咸游的一个人 您看大川 我喜欢独自游历 前面都是奉招 第二 现在这天降飘泊大雨 想借同站 在这儿休息 逼一逼雨 等雨中了我就走 你看休息 呵呵 即使相逢 你就死不圆哪 没你 你在这儿坐着 你看我这儿 一杀锅子东西 一会儿 苗儿脚上身子冷了 在我这儿 喝了好烫 吃了不饭 身上有了食了 就不冷了 哎 哎 李东斌 看着这个大汉 在这儿做饭 真的是 天上下雨 下雨有点 让自己心不深 有心冷 同时 可能是有一时间太强 又一时间累 心里有点焦脆 那么在这儿呢 往砖头上一坐 靠着旁边的神台 一煮着脑袋 不知不觉 睡着了 黄恐惑惑的自己 反复就回到了自己 当年十七岁那年 第一次进入客厂头去 那是乡市的 与自己曾经的经历不同的是 这一次考试 金榜 中了当地乡市的第一名乡市经营 叫什么叫会员 咱们常说会员 你先用作好 不是那会员 会议的会 元旦的元 乡市的会员 后来转过年来 又到上京堂考 去考会市 会市考中的同一名 叫谢阮 然后又考电视 电视又考了同一名 叫壮元 连中三轮 哎呀皇上非常的喜爱 旅言旅动兵 高财 能够连中三轮的人 是少之又少 看来也是有今天美帝之才 罢了 在一方水谷 封不了封将大力 高官得作 巨罢得行 而且来说 吕东斌确实是 非常的兢兢业业 在这一方 把乡里治理的 可以说是 非常的井井斗条 百姓安之乐业 百飞巨星 老百姓对 吕东斌的政绩 哪可以说是歌风送多 有的呢 两句话 形容当初 吕东斌的这个治理 叫什么呢 叫陆古十一 知证素 也多治岁事实合 什么意思呢 陆古十一 就是真的大街上 有一些钱掉了 肯定没有人 故意捡起来 穿在自个儿兜里面 都是十斤不倍 这叫陆古十一 知证素 知道 管当地的这个官 他的政绩突出 也多治岁事实合 就是什么呢 老百姓 收了粮食了 收了粮食 收满了之后 回家 苍满古满 最后 看到这个地里头 还有 圣人的道素 治罪 治是平治的治 都是扔下的 剪不起来的 这个道素 也多治罪 事实合 老百姓 对于徐词林的治理 可以说是 非常地 称赞 徐词林的官 既是节节翻唱 越说越大 到后来 官生 streng 成为当朝带相 可以说说 皇上的左膀右臂 可是当 部队相当的时间不长 受小人诟病 奸命之人 在皇上那里 进了谈言 有人说吕洞宾在家中自己要谋反 皇上大怒赵吕洞宾家去搜查 说来搜去搜出龙冠龙袍 龙群 吕洞宾真了不得了 这是要谋朝算命 赶紧把吕洞宾一家大小是株林九族 就在吕洞宾将要被刮之际 突然 一个名字醒了 一睁眼 哎呀 这身这么累 好像真的就是过了几十年一般 我这是真的过了几十年 不对 还在这小库庙里 耳朵听一听 卖着雨声声来着瓢泼而止 再听一听 眼前啊 那个霍阳阳的大汉 还在那家伙之火呢 我还没点起来呢 哎呀 人生如梦啊 说完这四个字 那大汉抬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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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你能说出这四个字来 说明你已对道有所深 人生暂时 从数百年 无过是荒凉遗忘啊 听完这句话 女工兵好像从头上到脚下 如同管兵的一道 好像真的是大臭大汉 赶紧站起来孤动的坏人 您定制他方高人 我现在对尘世之上的恩怨也好 情感也好 一切全都不在我的心中 我现在想啊 能不能追求您 我成就我自己 另一半真正的一切 因为这个人 刚才我讲的时候 大家跟着他的装束 也许都探论出来 就是汉中林 汉中林呢 这其实汉朝的一个大将 叫做钟离权转世 那么实际上汉中林啊 要说跟李宗斌 他的怨怨绝不止是 在破庙之中的 亡人一梦而开始 那么汉中林老师是谁呢 是东华帝军 东华帝军 其实就是李宗斌的前世 那么可以说 这东华帝军转世之后 李宗斌又做了 对汉中林的 土地 自此 李宗斌就跟着汉中林 也就是钟离权 在太西山上 开始做出 山中无日月 冬的中营春秋啊 这修炼起来 就不分白天黑夜 不分春夏成都 光阴自建 岁月如梭 转眼前三百年过去 天地已经打烈了 那么 在汉中林这里 修炼了三百年的李宗斌 您这一日来到了汉中林的见价人 认识 我今天有一个问题啊 想要想你询问一二 这也是久久缠绕在我心中一个问题 啊 东明 有什么想说的想问 计我的 啊 我一直想说 您到现代为止 若我到了已经有多少年 多少代春秋季后 三百年前收你为徒 在此之前 我有八百年到 也就是说到现在是一千一百年 仇 前世已经一千一百年到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想问您 您这一千一百年间究竟杜化几人 呵 没这个才 只杜化得以杜兵地 道家如此博大今生之才 如此感天动你之则 我为什么在一千一百年中我是只敢化我徒儿义 我现在已经有三百年大化 我有这个想法 我希望您能准我下山三年 这三年我有一个宏愿 绝顾不多做度化 至少我一年能够度化 至少我一年能够度化 以馒我心中的 诚扬我道 宏威之下 哦 宏威又这样 你想下个历练一般 好 在我中心三百余年 你能有这个想法 我觉得这一定 会让你未来穷心之靶 能够有大成 也好 但是在你 离我太虚山之前 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据三个条件 你必须应付 如若不然 你绝不得下来 我实情 好 三个条件 第一 三年一满 一年三百六十五 三年一满 一天都不习单 我必须得回来 不管你造 你度化成人以后 这是其一 恰 不许跟和尚大战 有和尚你跟他说话不行 更同意跟和尚做法 绝对不许 第三 第三 我刺你一件宝物 说着话 后会儿招同门端上一把宝剑 承在手里 这一条军架 这把宝剑 这叫先天宝剑 乃是昆仑山后 我是东华帝军 锻炼七七四九零和尚 这把宝剑一会儿我教你先天剑决 会念动尖天天剑决 这把宝剑可以说是妙用不穷纳 最大的一份霸注 是这把宝剑 如果在念动尖天道绝之时 它可以幻化成一条青龙 这条青龙可以斩杀 阴下摇滚 但是有力 这把剑可以实在是太过均衡 你必须有个地方使用 不准乱用 而且来说 三年你回来的时候 这把宝剑必须毫发遵存 如果说 这把宝剑 有所损伤 或者甚至被丢失了 你动来 你自己的身材 三个条件必须答应 好 老师这三个条件 徒弟谨记在心 然后韩伦立家 一味过来 在吕宗宾的耳旁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讲述了一个先天见诀 好 吕宗宾 箭化在背 口吕宗宾的有此脚下 轻盈缭绕 直飞上天 那么在天空之中 吕宗宾开始使出天眼神通 反正这天眼神通具体是什么法律 咱们不是太了解 但是其中有一个妙用 说什么呢 可以观察人间百气 什么叫人间百气 就是说每个人呐实际上体内都散发着一种气 每个人颜色不红 有人讲啊 说如果这个人散发的是紫气 这个人一定是王头将将 甚至就是一带胸前 如果这个人散发的是黑气 这个人一定未来是腰脖斜碎 这个人如果散发的是青气 青气越重 这个人未来成先了道 这个越强 那他想呢 照这个青气越重的地方 就寻找这个能够成先得到的人 来对他进行过 那么施展开天眼中全军下到处瞭望 看来看去发现正东方三千里出 一口的青气是直撑消汗 好不巧 这是多大的青气 这些人现在真的不知道是否已成先了道 如果未成先到啊 那么这些人未来的前途可不得厌量 好 先去大探一下 驾云头 神爷的飞机管窩了 三千里眨眼就到 安慰云头 落在一广平村上 周围没有什么人 念用口诀 叫当地土地 你看这谁人办事 他也讲了一点信息 是吧 先详细一下 这个青气到底来源于何处 叫当地土地 一会儿出了这小老头 出了外卧 啊上天 你叫本土地有什么贵干 这张土地 我来问 我释放在云头之上 见此处一处亲戚之处消败 这种亲戚 源于何人 哦 你说那种亲戚啊 我知道您指的是谁 从这儿啊 往远处 走不到五里地 就有一处小道观 这个小道观 想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连观名都没有 但是呢 有一个道夫 呃 这个道夫呢 说实话 来历还真的是不小 此人姓殷 叫殷红俄 您注意 这个道家跟佛家 有个非常大的区别 佛家一顿入宫门 就起佛号 本家的俗名就不用了 道家 道家 你看 什么李宗斌啊 这个何坚波啊 你都知道他凡人的时候 是什么名 道家 都讲究取消的 他叫什么名 啊 这个道夫姓殷叫殷红俄 七世猎鱼本事 投财七倍 都是真集猎鱼 到这一边 姓殷叫殷红俄 这个殷红俄的身世 还是非常 是谁 或者说祖爷 到多少半 老家 是谁呢 叫殷开山 殷开山是谁呢 大家不是很了解 稍微代言一笔 是唐朝 李世年 执政期间的 一个著名的 成像 那么殷开山 还不是个名的 殷开山的姑娘 叫殷温焦 殷温焦也是非常有名 殷温焦的有名 不是由于他自己 是由于他仗 他仗子是谁 叫陈光蕊 陈光蕊有名 不是由于他自己 是由于他儿子 成于玄壮 以及成于玄壮 可能就大部分都知道了 就是唐三道 这个殷温焦 这个殷温焦 赴温焦是殷开山 你想这个人来头不小啊 他已经七十列女了 那么他现在是一心向道 想要成仙了道 在这一世 他的清气已满 很快 可能就要成仙了道 只缺一个仙人点话 哦 哎 好 独立 你去吧 这个吕东斌心想 看来我一下山 这一下可是急顺 那么如此壮的清气 我这样 一下山就能点话一人 这可比我师父 一千一百年的道 王子都要 又往前走了 你真看了一个小道馆 提上云头 什么事 明彩之上往下 看了一个道馆之中 有一个道姑 在这儿往前往前 你看 那道姑 话又说回来 虽然说这七十列女转世 而且是自己身世那么的有渊源 但是这一世 他的心情究竟如何 我也不能真的 是一个人说点话就点话 我得看一看 这个女人到此时 是不是值得 我把她点话呈现 我要是这个意思 说着 吕东斌在云头之上 瞎顶口诀 变化成一个乞带 按过云头来造谣 倒观的门前 啪啪啪的一打门 里边 这个道姑也就是 阴红鹅 硬了一声 走到门口 一开这个门 你看是一个乞丐 乞丐 你 你 你是 你要饭 这位道姑奶 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您请您好 能不能 给我点吃 哦 你先等着 说着话 到后边 拿了十个馒头 饱出来 吃吧 二八度说这几天 十个馒头 风卷排名一会儿就吃饭了 吃饭之后 这阴红鹅还问他 哎 你你 怎样吃饱了吗 啊 还行 就先这样 吃饱了还行 就先这样 你等着 说着话 又从后面端了一盆 刚刚炒好青豆 哎 哎 这 有气势咔嚓 这门青豆 吃饱了吗 啊 还行 先这样 还不说 后面又端了一盆汤 端出来 喝下 喝下之后 你这回怎么样 啊 这回是真饱了 好 你这回饱了 你能走吗 我不想 我想跟您说点事 说完这个事 才展开了 李宗宁三世 阴灰鹅 好